美味素食简单做 素食也可以有汁有味 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超级美味又可口的糖醋素鱼 用到的食材都非常简单 但是出来的效果非常的棒 一把海鲜菇洗干净以后对半切成小段 然后准备一块老豆腐 我们用厨房纸把老豆腐包起来 稍微用力压一压 把豆腐里面的水分尽量挤出来 然后用手把豆腐捏碎 先放在盘中备用 我们再来处理一下海鲜菇 平底锅烧热放入海鲜菇煸炒 过程中海鲜菇会出很多的水 这时候我们保持耐心 慢慢煎 途中我们给一点点盐 煎到像这样水分完全没有之后 海鲜菇的香气就非常浓郁了 再稍微翻拌几下就可以了 先放在一旁备用 准备厨房料理机 我们把海鲜菇全部放入料理机 把刚刚捏好的碎豆腐也一起放进来 然后来调味一勺盐 一勺松茸调味粉 一点点胡椒粉 如果家里有营养酵母的话 来一勺营养酵母 再放入两大勺玉米淀粉 增加粘性 盖上盖子用料理机把所有食材打均匀 打成像这样粘稠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非常鲜嫩的树鱼 先盛出备用 然后我们准备越南春卷皮 把春卷皮放入水中 大约浸泡7-8秒钟 取出春卷皮 放在砧板上面 再铺上一张寿司海苔 海的味道我知道 再放上一大勺刚刚打好的树鱼浆 然后从边上往里面卷起来 卷一点就好 我们先把左右两边的先折过来 接着再把剩下的卷卷卷全部卷起来 一条完整的树鱼就做好了 起锅热油 我们把树鱼放入油锅 先煎炸一下 让它定型 不需要太久 一面炸个一分钟就可以了 正好我们取出控油放凉 趁这个时间 我们来切点配菜 一颗小番茄滚刀切成小块 然后一个小菠萝也是切成小块 再来调个糖醋汁 两大勺白糖 半勺盐 一勺白醋 一勺松茸鲜酱油 然后我们加入大量的番茄酱 这个松茄鲜松茸番茄沙丝 选用上等新疆小番茄制作 配料干净 淋添加防腐剂 甜味剂 我特别喜欢这个瓶口设计 挤完以后不会有残留 非常干净 然后再加入一大勺玉米淀粉 来一点点清水 把所有调料搅拌均匀 先放在一旁备用 我们的树鱼也放凉了 我们把它切一下 把树鱼斜刀切成一厘米左右厚的厚片 再把树鱼表面沾上一层玉米淀粉 起锅热油 我们再把树鱼煎一煎 一面煎到金黄方面煎另一面 煎到两面金黄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树鱼夹出来了 放入盘中备用 另起锅准备我们调好的糖醋汁 倒入锅中烧热汁冒泡 紧接着把菠萝番茄还有树鱼全部一起放进来 迅速的翻炒均匀 美味的糖醋素鱼就做好了 出锅装盘 非常美味又可口的糖醋素鱼分享给大家 素鱼裹满酱汁 外壳煎到有一点焦脆 而里面是非常鲜嫩的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